他是晚上比较臭還是白天 这个晚上 傍晚 傍晚最臭 那我们就傍晚的时候来采样 长治百合部落旁堆肥肠的臭味 让当地居民难以忍受 向屏东县议员陈勤后 要求环保局进行检测 环保局局长有到长治百合部落会摊 结果如何 当晚时间我们就有去检测 它的异味官能测定 采样然后回去检测 那么在两个礼拜之后 我们就会收到报告 说他是有没有超过标准 议员要求环保局持续关注空污问题 必要时要求业者改善 而永久屋除了空污问题 长治百合跟里纳里部落有居民发现 迁居永久屋至今 人口增加导致居住空间越显不足 在永久屋没有可增建的附地情况下 希望返回原居地来居住 潘默安表示 因莫拉克风灾后 竹人的园居地被列为安全堪余 才会迁居永久屋 如今莫拉克风灾十年过去了 原居地地值是否趋于稳定 会邀及相关单位来审慎评估 原始新闻歌手屏洞室采访不到